大家好,欢迎来到包装一点通 这一节跟大家分享BOPP与CPP符合膜面包包装袋一般保质多长时间 像这种袋装的面包一般呢 就说短期的就是一天到三天的呢 一般使用BOPP薄膜或者CPP薄膜 但是这种效果呢 就说单层的呢 因为它印刷呀 这个效果都不如BOPP符合CPP的要好 如果用BOPP符合CPP 外层使用BOPP148的薄膜印刷符合 也可以在符合CPP薄膜 也可以进行印亚光油 面包包装印亚光油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普遍 当然有的一些客户呢 以为是做的EVA 其实不是EVA 它是印的亚光油 那么这种包装的面包呢 一般在七天左右 就是说BOPP符合CPP七天左右 如果说像单层的BOPP符合或者是CPP的 一般也就是一天到三天 也三天吧 那么对于有一些充气包装的 也就是说像BOPP符合CPP薄膜 这种充气包装的面包呢 有在一个月左右 当然也有的写保质期写在三个月左右 因为它主要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它可能使用一些防腐剂 或者说防腐剂的多少 它这个比例 因为对于不同的产品 有一些像一些 一些充气的 或者是一些饼干啊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 薯片啊 它的保质期其实是大大长的 甚至做到六个月 像一些薯片 就是薯片还不是了 就是说薯片的话是BOPP符 VMCPP这种结构 薯片包装 肚铝可以做到九个月 所以说呢 这个呢 保质期没有一个绝对的 没有一个绝对值 它是根据你的材质工艺 还有你具体食品 怎么去衡量变质 是否添加保质防腐剂 等等这些因素来决定的 但是对于普通面包而言呢 像BOPP符合CPP这种结构 就可以做到七天左右 好 这一节呢 给大家分享到此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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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